另一方面沙巴警察总监拿渡奥马透露 警方接到情报 指金马利国席补选必须动员更多的警力维持秩序 于是当局决定动员125名警官 以及668名警员视察补选的情况 确保补选安全无余顺利进行 奥马今天在宝佛召开记者会表示 今早的提名程序顺利 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件 也没有接到任何阵营支持者的投诉或投报 奥马也提醒参选的双方必须遵守选举法令 竞选期务必依法申请许可证 拉票过程也要保持克制 避免补选节外生枝 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